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段在台中後裏的農民 堅持反對中科三級後裏基地的開發 不過不管在本市民怎麼反對 環保署也在1995年的6月30日 讓他們通過的觀評 本省的環保團體各種發言 一心發言看環保署在七七龍中部分的觀評不好 二心相關行政發言提供的環保署的上手 確定統制統計的觀評不好 整個環境環保署跟我們講廠商 中科管理局勢就是一個山蘇的局面 那環境因為它已經開發了 所以環境破壞了 那環保署的微信喪失了 環保團體說 那時候心早完全沒有考慮到疾病的健康風險 也不管會志的負責土地 讓農民無法證責 是政治間接鑽壓的不通過 今天這樣結果實在是無意外 也就是政治決定的一切 所以我們從這個過程裡頭可以看到 因為政治決定 所以我們的環保署 從一個把關手 環境的把關手的角色 變成一個背書的單位 這幾年來六六色秀有同過關兵的案 讓行政歡迎貼銷 已經當天的中科三級 他出車農場 現在必須要停工 如果要合法來迎門 就要重新做關兵 記者臨前回答信了 台北報導 新聞消息 我們來關心這台兒電腦 網路的電腦 當網路上買東西 去年 因為這個介紹印不到 他們去很多的網友 關去抽標 訂了超過14萬台這億金螢幕 不過這台兒當初是說 他不買來出貨 其中有五位消費者 就夠去歡迎 台北地方歡迎的破管 現在是出來了 因為這個消費者 知道這個介紹明明就是標不對的 所以條工想要買 消費者現在也沒付錢 所以破管這個消費者擺售 原本介紹8千塊 疫情的嚴謀只有999塊 今年六月份 台兒介紹什麼不對 真的網友很忙來聽 但是台兒鼓勸出貨 為了管理官員 現在有五位消費者各種歡迎 結果現在破管出來了 竟然是網友擺售 台兒不用給介紹來出貨 法官就認定 認定說這個當時 他那個不算是要約 算是一種要約飲料而已 所以 他們雙方的企業還沒有成立 因此這個引告就是撥匪 台兒介紹什麼 對的事情發生在今年六月25號 原本8千塊 疫情的嚴謀只有999塊 做成網友變四百塊錢 兩萬多為客戶 簽了這個14萬台 最多代額不關於人口 當時比台北市政府 中發100萬塊 不過台北電營最新的破管 讓消寄會真失望 法官並沒有就消寶法第22條 那是不是業者應該確保廣告內容的真實 這個部分多做琢磨 如果是廣東做進行協調的消寶會 是尊重發營的破管 不過消寶會標示的結構 的點點望路交易 定性化客戶應該記載 這些是不可以記載的事項 希望對這個制度來做 劃變消寶的基本再度發生 記者早安報道 現在在那裡有關 很多人會在這個時候去刺激 官公教在那裡早上公布了47件 英文有問題流行什麼 其中有7件已經被剃消這條 包括在台北市老白做的這個洋洋流行什麼 因為在沒有危機跳票幾次 讓官公教禁止來救人客 官公教特別是提出民眾 參加這個國內還有國外路由 一定要找這個合法的業者 再當補充各家的款領 楊楊流行車的公國勤奉 也掛在南京東路上面 不過大老的警員就是說 流行車早已經半走沒人在路 什麼時候搬走的 好像去年的10月左右 他們在頂級的地製沒人 楊楊流行車只是在網站上面 發出聲明後表示 實在無法再提供服務 至今在台北市已經很久的流行車 在今年勃發財務危機 也要跳票幾次 所以拜五後 讓官公教來會讀證 緊急不再就人客 主要還是可能還是業務的關係 因為其實是有很多種原因 那客家的狀況其實也都不一 他們還有有的是 沒有這麼大的一個業務量 或是說經營不散的關係都有可能 官公教表示他們是幾次未來 不會貼讀證證 包括台北市的三華和亞非裔 還有高雄市的南河 宜蘭關的國立 還有金門的現代流行車 另外松河流行車 因為沒有依照規定來報 日月的保險 讓官公教禁止出團 在情節較大比下令停業的 包括通行保行這13間的流行車 全台灣總共47間流行車 因為我們有問題 所以官公教特別提起民眾 參加國內外路由 應該找合法的業者行辦 環境照片 協定保障 在官公教每次 也會隨時來更新 合法的業者 業者的消息 讓民眾來參考 記者總括報道